这个手机出货量报告 目前应该是世界第四大的手机厂商 有着超过三亿的MIUI用户 而且产品除了手机之外 还会有智能音箱 然后手环和电视等 所以说这么多的用户和产品 就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的存储需求 然后我们HBase主要是负责 这个HBase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然后同时我们也会基于HBase 又开发了一些上层的 比如说结构化数据存储和对象存储服务 然后通过生态云来暴露给 这个小米的各个生态链公司 然后我们组目前是有两个PMC和一个Committer 还有一些Contributor 今天我分享的内容 总共可以分为这三个部分 然后第一部分是先介绍一下 小米的HBase的使用情况 这张图是小米云技术的一张基础 大概可以认为是一张基础架构图吧 它整体是以这个Hadoop为基础的 最底层的是分布式文件系统HDFS 然后在HDFS之上是HBase来提供这种分布式的存储能力 然后更上层是我们内部开发的一些存储服务 比如说SDS FDS还有EMQ 还有我们同时也用了OpenTSDB来做一些对这种持续数据的存储服务 然后其次的话 关于计算的话 主要就是分布式的调度压 然后还有上面的MR SPAC 同时更上层还会有麒麟、Hive、Killin、Hive、Spark、SoCal等等 然后小米因为国际化和全球化的速度都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目前相当于是在国内就有五个数据中心部署了 大概有30个在线集群和三个离线集群这样 然后同时会在海外我们是采用的 直接用的是公有云厂商提供的云服务器来部署HBase服务 大概是有16个集群 然后海外有6个数据中心 就是用了6个云厂商 在6个地方用了这些公有云 然后存储服务一般肯定都离不开这个备份 所以说在小米这边我们的备份机制其实是有这三种的 我们分别叫做热备、冷备和point in time recovery这种备份服务 首先就是热备 热备的话它其实就是说我们会搭建一个备份的HBase集群 然后通过HBase的replication来将数据备份到这个备份的HBase集群 这个是我们的热备 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对用户的一些表定期的去打这个snapshot 然后通过MR任务把这些snapshot烤到一个 烤备到一个易够的其他存储服务中 比如说像对象存储 S3这种对象存储 然后这个就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冷备 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有一种叫做point in time recovery的这种存储服务 它只因为snapshot它相当于是指备份的某个时间点之前的所有数据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的那些修改 我们是通过replication同步到一个消息对列中 然后再通过消息对列将这部分的修改 sync到一个比如说S3这种存储服中 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就同时有了这个时间点的冷备和这个时间点以后的修改的日志 所以说当在恢复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恢复到 就是先通过snapshot恢复到这个时间点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之后的修改 通过重放这部分修改日志来进行恢复 所以说是可以做 因为有时间戳可以做一些过滤 是可以做到恢复到过去这一段时间中的任何一个时间点的 然后我们因为是属于云民台 所以说HBase服务也是对外提供的相当是平台化的服务 所以说平台化的服务肯定都离不开多租户 因为小米这边的HBase就是现在目前用的主要版本还是0.98 其实没有那些RS Group这个功能的 所以说我们目前的多租户 其实主要依赖了物理隔离和这个Quota限流这两部分 对于物理隔离的话 小米在HBase的搭建方面 其实都是HDFS是独享的 不会去跟亚人其他的那些服务共享 然后我们会对一些重要业务 比如说就像米Cloud提供一些单独的这个HBase集群 同时我们的在线集群和离线处理集群是分开的 在线集群又会分为这个SSD类型的跟这个HDD类型的这两种 然后在业务接入的时候会根据业务的这个latency要求 或者QPS数据量来进行选择不同的集群来进行接入 然后我接下来第二部分会详细介绍一下 关于Quota和限流这部分的一些改进和使用 这个图是HBase社区的目前的这个Quota和限流 RPC限流的一个模型吧 左边的channel,listener和reader 这都是属于比较经典的RPC模型了 就是listener会去监听那些已经ready的channel 然后select出来之后 reader会把这些请求读出来 读出来之后交给这个scheduler来进行分发 它会根据这个请求类型 可能会分发为读写Q啊 直接读写拆分之类的 然后在不同的Q 每个Q后面又会有多个这个hander 就真正的在跑这个请求的这个线程 然后HBase社区目前的这个RPC 13 其实是坐在hander 在开始处理请求的时候 会去根据用户设置的Quota 和当前的一些资源负载情况来进行限流 然后社区目前支持的Quota类型 有如上这个这么几种 就是这个每一种组合 这个连线组合都是一种Quota 就是首先Quota的设置对象上来说 可以对user table name space 设置Quota 也可以对user和某一个table 这个pair设置Quota 然后或者是user对某个name space 设置Quota 然后Quota它只分为了读写两种 read读写两种 然后同时你可以只设那个QPS 就是请求数来设Quota 也可以只根据大小来设Quota 就是比如说你设个10兆币每秒 就是这个用户每秒只能设10兆的数据这样 然后如果是设了1万的QPS 就是只能有1万个请求 每秒 然后需要说明的是 社区目前的这个Quota都是hard limit的 也就是说 用户设置的Quota一旦超过的时候 就是肯定是会被限流的 然后在小米这边 我们首先就是对Quota做了一定的扩展 我们对Quota的设置对象增加了一个 叫做Region Server 就是说我们是可以只给Region Server 设置Quota的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避免那种 在比如说单Region的这种热点的时候 只把这个Region Server打垮的情况 然后这个Region Server的Quota 也是一个hard limit 就是主要就是为了避免某一个Region Server 因为热点被打挂 然后同时我们除了对那个QPS和请求大小 这两种类型Quota之外 又扩展了一种叫做Request Unit的这种Quota类型 这个的概念其实是来自于DynamoDB 就是亚马逊的DynamoDB提供的 它相当于是说会同时考虑这个QPS和请求大小 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用户的GET的QPS是100 但是它其实每一次GET的数据是4KB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在算Quota的时候 是用100去乘以这个4KB 再除以这1KB每秒 所以说其实得到它的Quota其实是400 也就是说不是之前QPS考虑那个100 也不是纯粹考虑请求大小的那个 直接用100乘以4KB这样 然后此外一个扩展是说 我们是支持Soft Limit的 就是说我们的Region Server的Quota是Hard Limit 但是对于用户设置的这些Quota 我们是支持Soft Limit的 因为在小米这边有一些集群 是相当于公司级别的共享集群 所以说在集群的Region Server 资源有富裕的情况下 我们是允许用户去超发的 就是说它可能设置了Quota是1000 但是这个时候Region Server是有富裕的 因为别的用户可能并没有把这个资源用满 所以说这个时候会允许用户去超过这个Quota 来进行对集群进行使用 让使用的这个资源的利用率更高一点 还有关于Quota和线流这部分的一些 其他改进的话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开关 Quota Throoting做了一个开关 就是我们之前在线上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个bug 然后这个bug就会把那个Quota给 因为整数一出 就是给它搞成复数了 然后结果就是所有的用户请求 都会在被Throoting 但是你这个时候 因为你要是再去关Quota 通过配置关 或者是去通过配置关的话 就需要重启整个集群 或者是你去fix bug 然后上线也需要重启整个集群 所以说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 类似于balance的这样一个开关 就是可以临时地先关掉 Throoting 然后同时对于Throoting exception之前的时候 社区默认的是 Do not retry exception 然后我们是把它改为了 Do not retry now I will exception 就是说这种异常 是不要现在重启的 因为现在已经资源满了 但是呢你可以过一会儿重启 所以说我们叫Do not retry now 就现在不要重启 我们会把这个异常里面 它会带一个这个告诉Clend 你大概需要sleep多久 然后再来访问 所以说Clend就可以根据这个值 然后来进行sleep 然后再进行访问 然后对于离线的这个MR和SPAC任务的话 这个其实主要是 我们的离线集群 因为一般这个负载比较大 所以说Throoting还是经常会发生的 但是对于离线任务的话 它其实对于单次的请求的延迟 可能关注的不是特别多 它其实更关注的是 吞吐和整体任务不要失败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离线 比如说集群资源负载满 然后发生Throoting的时候 我们是让这个离线的叫步 然后通过加一个配置 然后来让它不去失败 而去做继续的sleep retry sleep retry 然后只要它避过这个高峰期之后 它的这个叫步就可以继续跑下去 然后这个的话 从整体上来看 其实是相当于拉平了 我们离线集群的这个整体的负载能力 然后同时也会避免用户这个叫步挂 重新提交这些情况 此外的话就是 我们会对那些有一些大的请求 做一些惩罚机制 就是因为HBase 其实本身来说 在不支持这个MOB之前 就是这个中等大小 OPG的之前 其实对于大对大的这个数据 大value是不友好的 就是说它其实可能更建议用户的value 都是几十kb以下的 所以说如果有用户 比如说老师来给你写几兆的这种数据 或者几十兆的数据 对整体的性能GC都有影响 而且还会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说我们会对这种请求 做一定的惩罚 就是让它的quota 不是随它的这个请求大脚线性增长 而是增长得比较剧烈 消耗更多的quota 然后这部分的修改呢 目前其实还没有提回到社区 我们也会在HBase 2或者HBase 3提到社区去 然后最后的话 这部分是讲一下这个同步复制 这个部分其实这个阿里 阿里去年在HBase抗深圳的那次 就已经分享过 然后那个我们的这个 就是将它做到了社区 因为阿里的这个版本 是在他们内部的0.94上做的 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 把同步复制这个功能做到了社区 然后计划的应该是 会在HBase 3中release出来 然后下面我讲一下 我们这部分的具体的一些实现的细节 首先的话看一下这个 HBase本身自带的这个 异步复制的情况 一个用户在写入一个集群的时候 就写入比如说在写入的时候 它其实是首先写 它其实是写入到 Region Server的这个内存 Memorial Store中的同时 会把数据sync到HDFS的wall上 就是HDFS的Redheadlog上 而这个往HDFS的Redheadlog 相当于是同步写的 就相当于是说 数据必须写成功 这个Redheadlog才能返回给Client 说写入成功 只有这样的话 在某一个Region Server挂掉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通过这个Redheadlog 来回放出来用户之前写入的数据 来做到这个数据不丢 而这个异步复制呢 它就是相当于是说 我Region Server 会去开启一些线程 来不断地读取这个Redheadlog 然后同步到备份的集群 同步到这个standby的cluster 但是这个读取是一个异步的过程 就是说这部分是不会说影响到 阻塞到用户的写的 用户只要写完Redheadlog 其实就已经返回告诉的成功了 所以说在发生主集群挂掉的情况 就是Active cluster 在发生整集群挂掉的情况下 是有可能存在 有部分这个Redheadlog 并没有同步到这个备份集群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用户去切换到 读备份集群的话 他可能会读不到一些 他已经成功写入的数据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就是不期望看到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同步复制这个功能 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步复制 其实他整体的思路到还比较简单 就是说我们除了在写 这个Active cluster的Redheadlog之外 会在同步地写一份 这个Standby cluster的 这个Redheadlog 在这里呢 我们后面都会叫做 Remote World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一个用户的写入成功 其实是同时写入主集群的World成功 和同时写入背集群的 Remote World成功之后 才算是真正的写入成功 就增加了一部背集群的Remote World 这是在对写入的修改 然后当还是当发生之前的那种 主集群整体挂掉的情况的时候 背集群是可以通过这部分Remote World 来恢复出来这部分数据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用户在切换到背集群的时候 他就可以读到那些最新的那些数据 即使最新写入成功的数据 然后还是要注意的一点是说 同步复制的这个框架 其实是在这个异部复制的基础之上的 可以看到这个异部复制的链路 还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首先的话 我们是引入了一个叫做 Sync Replication State的东西 就是这个用来定义 某一个集群在某一个 同步复制Peer当中的状态 然后它总共有三种状态 然后是Active Dunggrade Active和Standby 然后Standby呢 它是无法直接提升到Active的 然后它主要通过Dunggrade Active 到再升到Active 然后这是后面的话 我会在讲解具体实现中 去介绍这个过程 好 首先看一下 怎么创建出来一个 同步复制的Replication Peer 首先这个过程是说 我们需要建一个 这种异部的Replication Peer 就是建一个正常的 而且是需要双向同步 然后两边的Peer ID 是需要一致的 然后建好第一步 建好这个Peer之后 主集群和背集群 相当于现在都是 Dunggrade Active的状态 然后这个时候 需要几步操作 是将背集群降级为Standby 然后降级为Standby之后 第三步是会把主集群 提升为Active 然后这里的限制就是说 用户是只会去读写 读写主集群的 然后Standby Cluster 我们会相当于是做了一些限制 它是不会在 一旦降级为Standby之后 它就不再接受用户的读写请求了 相当于这个时候是 用户读写 主要都是读写Active 然后有一个Standby Cluster 作为备份集群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有一个这个Dual AsyncFS Word 来做到同时写主集群的Word 和写备份集群的Remote Word 这个是两边一起写的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RPC调用 通常就是会有三种结果 对于Clend来说 要么是成功 要么是一些具体的异常 告诉你失败了 或者就是超时 但其实是超时的时候 其实是你并不知道 写成功或者写失败的 然后对于HBase写入HDFS来说 也是一样 因为这也是一个RPC调用 所以说同样会有这三种结果 然后因为我们是同时写 主集群的Word 和背集群的Remote Word 所以说就会组合出来 上面的这种表 只有在主背集群 一起写成功的时候 你才可以知道 这个主背集群 Word都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比如说 主集群写 主集群的这个Word写成功了 但是背集群 那Remote Word一直Timeout 这个时候 其实主集群的Word里面 是有可能比背集群 数据更多一点的 然后反过来也一样 也有可能是说 备份集群里面的数据 比主集群的更多 然后如果两个都一直Timeout 然后最终告诉用户是Timeout 但是其实你是不知道主集群多还是背集群多的 所以说同步复制相当于做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说 在这几种异常情况下如何保证说主集群和背集群永远会达到最终一致的状态 就是说我们会通过一些机制 然后来保证主集群跟背集群最终拥有的数据一定是一样的 而不会说出现一个比另外一个多 然后对于Client来说 我们相当于是说会通过一些限制 让他读不到这种中间可能存在的某一个时刻的不移植状态 就是说他只要 我们告诉他你能切换集群了 你能切到背集群了 那你一定可以读到你之前成功写入的数据 所以说总结一下来说 就是主背集群是最终一致 但是对于Client来说他还是强一致 然后下面的话我会讲解几种case 就是我们在这几种case的情况下 是怎么保证做到这一点的 首先第一种情况是 一个主集群的一个region server发生挂掉的情况 在这一步的话 因为正常的情况下 如果是如果一个region server挂掉 它的过程就是说 我会去把那些需要重放的wall进行split split完之后 然后把region 把region移植到其他region server上 然后region server在打开的时候会去 打开这个region的时候会去同时回放这部分wall 然后来做这个fill over 然后同步复制的话相当于会增加一步 也就是说你在split war之前 需要把这部分wall直接拷贝到被问集群的remote war下 然后来替换掉之前你写入的那部分 然后后续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然后你再去做正常的fill over就行了 这是相当于多一步这个拷贝 这个拷贝的原因主要是 还是因为之前说的那两种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种情况就是 主集群的这个wall里面有数据较多一点 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你的这个一步复制的这个链路 一直是正常的 所以说这部分数据 早晚会通过一步复制的链路 来复制到被问集群 所以说是可以保证主被集群最终是一致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之前的remote war里面 可能是数据比较多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之前做那部拷贝 作用就在这里 那部就是相当于是说 你这个时候被问集群的remote war里面 数据是比较多的 但是因为主集群在region server fill over之前 已经把它的wall给你又远程拷贝了一份 就相当于把你那部分多的那个错 多的那部分wall给替换掉了 所以说可以在它替换之后 被集群的remote war就又和主集群一致了 而不会出现被集群的war比主集群多了 然后下面考虑一下那个被问集群 整体crush的情况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首先一步复制是不会再工作了 就是一步复制这个时候会堵住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需要去把主集群降级为downgradeactive 然后降级为downgradeactive之后 它就不会再去写被集群了 然后等到被集群恢复的时候 然后你在同时把它升级为active 然后它就会恢复正常的之前的那个写 然后这个里面其实主要一个关键的点 就是说我们有一步复制的链路 而且一步复制的链路这个时候会堵住 然后所以说如果是第一种情况 主集群的数据比较多 因为这个时候一步的链路 只要它恢复了 它就会慢慢地把这份数据 再同步到被问集群 所以说最终两边会是一致的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被问的集群那里面的remote war 数据比较多 这个时候主要是通过 我们在那个一步复制的时候 每同步一个wall到备份集群的同时 我们会通过一个远程的delete调用 来删掉这个备份集群的remote war 就是说如果一个wall 你已经是 我可以通过一步链路过去了 那我就不用回放了 所以说这个wall就可以直接delete 所以说在主集群的时候 它的replay一步复制在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加上这一步 如果它是同步复制的peer 我们一旦把这个wall捅不过去了 我们就会同时把远程的 那个对应的remote war给删掉 所以说最终那个多数据的wall也没有了 所以说两边还是一致的 然后下面看一下这个主集群 整集群挂掉的这个情况 因为这种的话就相当于是说 我们真正的需要业务来切集群了 因为主集群已经挂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首先 第一步是相当于是把备份集群升级为 这个downgrade active 然后这个升级的过程会有这个几步 第一步的话就跟我们正常的 region server fielder一样的 就需要把那个remote war目录 rename一下来确保不会说有这种 比如说active cluster 就是主集群突然回来 然后又能写的这种情况 因为这个时候你已经决定要切了 要以备集群为主了 要把备集群提主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必须要先rename 然后确保这边即使它能回来 它也写不成功这个remote war 然后还需要的话 然后就是会去重放这部分remote war 然后重放的话 其实跟这个 其实就是跟repation过程比较类似 就是不断地读这个word的内容 读出来之后 就要用这个repate的这个RPC接口 然后来进行回放 然后回放完之后 用户的业务 第三步就是用户就可以切换为 读写这个背集群了 然后同时 downgrade active的classer 是不能再接受repation request的 就是说可能它临时回来了 它又repation过来了 因为你这个时候 已经把它决定把背集群提主了 要以它为准了 所以说你这个时候 也不能再接受 这些义部repation过来的请求了 然后最后就是把它再提升为active 然后等到主集群啥时候 它恢复了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把它降级为standby 然后这里的降级standby 也会有一个必要的步骤 就跟之前不一样的时候 是 当它回来的时候 它favor的时候 它不会去再做replay了 不会再去正常地做 就是之前的主集群 在回来的时候 它是不会再去做logreplay了 因为说我在这个时候 已经把之前那背集群那提主了 所以说是以之前的背集群为准的 所以说之前的主集群回来的时候 它是不需要再做replay的 它只需要等着那部分数据 再通过这个双向的复制链路 一部复制链路复制回来即可以 具体分析一下的话 就是说还是那两种情况 一种是主集群的wall里面 可能会比较多 但是这部分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它会跳过replay 所以说它跳过replay的话 它这份多了也没有事儿 没问题了 因为我们都是以之前的背集群为准的 以remotewall为准的 所以说它就直接跳过就行了 然后等着新的主集群 把数据一部分一部分地复制回来 然后两边最终一致 然后对于之前的背集群来说 假设之前remotewall是有更多数据的 因为现在是以它为准 所以说它只要replay之后 再把这部分数据 给通过复制链路 复制回之前的主集群 所以说最终两边也是一致的 好 刚才说的就是主要的一些情况 就是我们是如何在那些情况下 保证主位集群做到最终一致的 然后所以说 同时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在做这个保证之内 我们需要做的一些限制 就是说只有active集群能写remotewall 然后standard bay的集群 是不会接受用户的读写请求的 然后对于standard bay集群来说 然后对于active跟downgrade active的集群来说 它不会接受这个异步repatient的请求 然后这个是同步复制 跟异步复制的一个对比 然后对于写路径来说的话 相当于会多写一部分remotewall 然后对于网络的带宽的话 其实可以认为是double了 因为同时要做一部复制 然后同时还会去再写一部分remotewall 然后对于存储空间的话 其实remotewall是因为会被删掉 就是说一旦那个一部复制 把wall同步过去了 就可以把它删了 所以说它虽然占用空间 但是占的不多 只要你一部复制基本是正常的 所以说可能在那存的remotewall 并没有那么多 然后一致性的话 就相当于是说同步复制 其实是可以做到最终一致 然后恢复的话 如果对于那种 比如说有一些业务 它就要求比较严格 在这个主被切换的时候 必须做到一致 对于这种业务的话 对于之前的一部复制来说 它其实就必须得一直等着 这个主体群回来 然后才能恢复 但是对于同步复制来说 它只需要等这个log replay完 它就可以恢复 然后操作复杂性上来说 这部分其实是需要一些额外的工作的 然后就是同步复制要更复杂的多 然后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比较基本的 这个当时开发完之后 做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性能测试 然后QPS对比的来说的话 是从43K下降到了37K 因为这个是只测写 因为你写入的时候 是需要写背级群的remote word 然后大概就是14%的下降 对比这个一部复制 不过我们这个当时测 测试机器性能不太好 K的内存什么的也都比较小 然后也都是直接刺了 应该还都 这个只是 就是这个场景下的测试数据 然后这个是当时的一些具体的测试图 这里面有一个尖峰 这个尖峰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说这是因为用YSB测的时候 大家可能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因为你是一直写的 所以说所有的是均匀地写到各个region的 所以说是有可能到flush的时候 大家都刚好触到那个限制了 然后当时就是flush的比较猛 所以说有一个尖峰 这个可以忽略 然后因为我们对这个衣袖是HVS19064 因为这个相当于是我们贡献到社区的 但是其实思路是主要是根据 跟去年阿里在HVS抗207上接手的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思路是一样的 然后不同的地方的话 这里主要就是阿里是基于0.94开发的 我们的这个是直接在社区开发的 而且是会release到HVS3.0的 然后性能上目前看上去 根据之前我们的测试结果 还是有一些优化空间的 所以说我们也开了一个HVS2032 会在后续的工作中继续优化这部分 对 主要就是这些 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就是说复制的时候都是从主集群复制到备份集群是吗 你说正常的是同步复制还是 同步复制 就是同步复制相当于是说 它是在一部复制的基础之上 所以说一部复制那个链路会保存的 所以说那部分复制肯定是从主集群到备集群 那如果说主集群 有些timeout到备份集群 然后这时候可能备份集群已经写成功了 但是它timeout的数据会多是吧 就这个时候您刚才讲的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就可能会存在主比备多或者备比主多 这里的这种情况 对 然后那如果这个情况下 如果主集群很久都没有crush 那就是备会一直比主多一些数据 然后可能等很长时间之后 我们切到备之后 发现多了一些数据 这样会不会就是在 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的确是有可能被集群的remote war会比较多的 但是因为你的一部复制链路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说只要你一部复制链路把它同步过去了 就可以把那remote war删了 所以说那个remote war是不会被replay的 所以说它即使多了也没事 OK 对 好 谢谢 还有其他问题吗 你好 我问一下 就是如果产生就是说 像那个主已经切从了 然后这个时候从集群也挂了 这个时候要恢复的时候 这个恢复的过程是一个什么顺序 如果已经切从了 而且你是说从要提到DA了吗 就如果一旦提到downgrade active了 那这个时候只能是说 我们就以这个DA这个集群为新的主 也就是说它那个恢复的时候 是有一个过程 就是说我现在两个集群都到了 到了之后 然后我恢复的时候 需要手动指定哪一个集群 对 相当于是说 其实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说 你必须要指定出来 以哪个集群的数据为准 就是需要我手动去指定是吧 对 对 对 现在在主要就是保证的就是说 我们因为必须要保证 就是最终两边是一致的 所以说你必须要以某一边的为准 对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我们有这种 异地多中心的这种场景 因为一辈子异部的同步的话 它是支持这个异主多重的嘛 然后如果用同步复制的话 这种场景是不是就不支持了 这个的话只能叫异地双火 不能是目前还不是多火 就是说不再支持异地多火这种场景了 对对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切换 就是说如果用户 它这个就是主机群挂了 然后它需要切到从机群 然后这个切换的动作就是说 需要有用户去做是吧 可以就是说让通过这个我们 对对对 这个我感觉更多的是 各个公司可以在开发 更上层的一些东西来做 对在小米的话是让用户来做 就是我们是通过在用户在ZK上 写一个配置 然后它的看的监听到这个变化之后 来响应这个配置来做切换 对 好的谢谢 对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还有问题吗 最后一问题好吧 那个我想问一下 就是前面有提到 那个point in time recovery的部分 就我想多了解一下 十座细节 例如在manage queue的部分 你们是自己做呢 还是透过一些开源 例如卡夫卡之类的 然后 不好意思 我先把问题交给 然后还有一个是说 你们manage queue那边 就是在做 这个point in time recovery 在小米的应用的情境是什么 就是什么样的状况下 你们需要用到这个recovery 然后 你们在做这个 就是hbase的资料 replication到manage queue这一段 你们是同步 非同步 然后你们又是怎么去达到 可以把资料从hbase捞出来 是用corporsensor吗 还是其他技术这样 首先说 第一个的话 就是 我们小米内部是 开发了一个消息队列 其实跟卡夫卡是类似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是用的 内部的一个 叫做Telos的一个消息队列 但是跟 之前是用的卡夫卡 后面切换到一个 内部的这个版本上 然后的话 这个同步是指的 一步复制 就是说 它是一步复制过去的 就是往消息队列 打的这个过程 不是同步的 然后我们的场景的话 其实我们recovery的部分 到现在 其实是用的比较少 可能是说 我们更主要的一个场景 是说 就是 怎样在公有云上 省成本 因为你在公有云上 如果你要做备份的话 你要用热备的话 相当于你要需要搭建一个 同等规模的 或者是这个备份集权 所以说 我们为了省成本的话 你如果用冷备 加这个 这个 这个指 就用point in time recover这种方式的话 你相当于只是冷备的 snapshot 跟这个最新的 这些修改的read headlog 所以说 而且这部分都是 通过消息队列 达到一个其他的 更便宜的 一个异构存储上的 所以说 从成本上来说 是要优于 这个 这个热备的 直接搭建HVC 进行的热备的 对 然后实现上的话 其实HVC的 它不是 它这个reputation underpoint 是插件式的 你可以去替换 各种各样的 你们内部的一些 reputation underpoint 所以说 对于小米的话 现在是我们有内部的 一个reputation underpoint 这个插件 来替掉之前的 这个 一部复制的 这个reputation underpoint 所以说 可以做到 协入到 公司内部的 一个消息队列 这样 对 谢谢 那么谢谢 谢谢小豪的 这个精彩的演讲 那么 上午的这个 所有演讲 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我们下午 11点半开始 然后大家可以 这个自行安排 自己的这个形成 好吧 下午1点半 应该是由 这个track 应该是 滴滴的这个 小静怡来分享 HPSIDD的这个应用 行 那谢谢大家 我们下午1点半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下午演讲的嘉宾